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想法 冬至日前后的三个月 太阳直射点在南绘归险附近 这五太阳高度较比较低 光线射入角度就越低 反而面积上获得的热量就会越少 同时 就短越长 一天当中获得热量的时间就比较短 那么这个时段获得的热量最少 细温也就最低 这就是冬季 而冬夏季节之间分别还有三个月时间 地面获得的太阳光热以夏季少 但比冬季多 就分别形成了春季和秋季 冬季方对于四季的划分略有不同 但国际上将天文字季和气候字季相结合 规定三四五月没春季 六七八月没夏季 九十十一月没秋季 十二月和次年的一二两月没中季 地球公传案除了在手间上形成四季 在空间上也是地球形成了五代 五代的划分 同样是根据政委员高度和昼夜长短状况来定 具体来说是按照有无直射现象 和有无直射职业两个标准的划分 我们知道太阳直射点最北可以到北回归线 最南可以到南回归线 其实这个回归的意思就是说 太阳到这里就要往违反了 所以有太阳直射线下的范围 就是南北回归线之间 我们把这个美图范围就叫做热带 咱们试下热带范围内 一年都离太阳直射点比较近 自然会获得较为冲突的热量 所以全年都会比较热 你会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往往肤色偏黑 这是因为身体当中成成了较多的黑色索 这样可以避免受到阳光当中 最为强烈的紫白线的伤法 另外 这里就也长到一年的变化也不大 白昼一年当中 最长也只有13时25分 最短也不会等于10时35分 所以刺激并不分明 也就是说热带是一个中年温度 都比较高的地带 取名为热带可谓辞之名贵 在地球以上 除了南北无线这两条尾线 往往标为虚线以外 你会发现 还有离两极比较近的尾线 也标为虚线 它们就是南极圈和北极圈 那在南极圈级西以南 北极圈级西以北 就分别形成了两个圆形的高位地带 这里远离太阳之色点所在的热带地区 正午太阳高的角普遍倒地 获得的热量自然就倒少 所以全年气温都比较低 顾名思义就在寒带了 寒带当中任意一地 一年当中都会有一段时间的 积昼和积叶现象 听起来很酷 但是生活在这里 可是面临很多的生存挑战 这当中 以柳特人常年生活在北寒带 较高北都的地区 他们传统的住所 是用一条条长方式的大冰块 交错堆垒成馒头型的小屋 然后在冰块上浇水 很快便冻成一条 密不透风 这就是当地人叫做英格鲁的雪雾 现在的柳特人受到现代的影响 已经很少居住在这样的房路 反倒是世界各地的游客 路远千里来到北极圈附近 住雪屋 看激光 已经成为了这里最主要的旅游体的项目了 而在北回国县和北极圈之间 既没有阳光的直射 也没有其旧情的现象 四季变化明显 这就是温带 中国之大部分地区 就地处温带地区 那些优美诗天 也是在变化明显的四季景致中 吹升出来的艺术灵感 总结一下这节课的知识点 首先公传在时间上形成了四季 二分二字的昼夜长短 随每度一直在变化 三次五月没春季 六七八月是假季 九十十一月是秋季 十二次年的一二两月是冬季 然后公传在空间上塑造了五半 南北回归线间是热带 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是北温带 南回归线和南极圈之间是南温带 北极圈以北是北邯带 南极圈以南是南邯带 最后热带有直射现象 中年炎热 邯带有直受企业现象 中年寒冷 温带既没有直受现象 也没有直受企业现象 四季分明 不不彩蛋 英语特人常年生活在积传地球 一方面 生存物资惠罚 另一方面都需要高度量的食物 比喻严寒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英语特人的传统师傅 水路 射油 北极食物 海盘 海上 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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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是要吃肉饭 不会吃就不错 但对于英语特人来说 这都不是事 对他们身上 最大的威胁 其实是白色的冰雪 因为雪地对紫外线反射非常强烈 长期的噪水 很容易灼伤眼睛 只能犯上血盲症 严重的就会失明 为了减少进光量和眼睛的暴露范围 英语特猎人就把海上的牙齿做成了一种 中间开了一道缝的眼镶 这种大一看充满的酷度科技感的装备 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镜